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 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可以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上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访问了这个 今年的移民公文学奖的得主Lily 那Lily其实也跟我们分享她到台湾的生活 以及她在这篇文章 因为她得了两次的移民公文学奖的文章里面 她所描述到的一些 这些在台湾她所观察 也特别会请她从一个移民公的角度 家庭看护工的角度来看台湾的一些现象跟问题 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一样要来跟大家访问移民公文学奖的得主 那这一次的这个得主呢其实 几个礼拜之前 汤森龙就是我们邀请过汤森龙来跟我们谈 他为什么要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来去接办移民公文学奖 那他在我就问他说 你在做评审或在做举办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文章让你印象最深刻 那他提到的这篇文章叫做打磨食也能成育 那这是这一个上一届的这个评审 文学奖的这个评审奖的得主 那不过今天打磨食也能成育的作者 这个叶芳他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不过他今年得到的是这个第九届移民公文学奖的得主 他是这个首奖的得主 那作品叫Rica的黑店 好我们来特别欢迎叶芳 叶芳你好 嗨大家好 非常谢谢叶芳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叶芳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 他会很多很多的语言 然后现在也在我们嘉义县政府来这个来服务来工作 待会我们请他来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他在台湾的一些生活 以及他在嘉义工作的一些这个情 这些情况一些经验 那不过我想我看了一些资料 我们知道叶芳是从印尼来台湾工作 那您来的地方是印尼的家里曼丹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故乡吗 家里曼丹 家里曼丹是印尼最大的岛 然后就是可是它是非常的偏僻 然后就是我如果要回去的话 我必须从台湾坐五个小时的飞机到亚加达 然后从亚加达转机两个小时 哦还有转机两个小时哦 对到昆殿 然后到了昆殿之后我还要坐八个小时的公车才可以到 那么远 对就是那么远 然后我们应该就是有一条就靠那个一条河这样子 生活那个水的来源就是从那里 就我们那边最大的河 然后那边的那个居民就是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农物嘛 就是做那个橡胶的那个什么就是 橡胶的就是做那个 种植吗 种植相交 对种植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大概这样子 ok其实我也有去过印尼啦 我就是去亚加达跟巴黎的就是一个非常纯粹台湾观光客的 Durmalch 一些聚落 我就覺得很有趣 當然 夜方就告訴我們說印尼其實非常的大 那其實印尼的人口也很多 所以印尼可能也不是只有我們想像的 只有在某些觀光的風景區 或是某些的 這種比較亞大 比較熱鬧的地方 就是那種刻板印象 可能會限制我們對印尼的認識跟了解 所以我們特別請夜方來跟我們先簡單的 分享一下 介紹一下他的家鄉 那其實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應該很多人都問過 當年你為什麼會來臺灣 那你到臺灣之前對臺灣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我會來臺灣是因為我找不到工作 在印尼找到不適合我的工作 OK 然後我來臺灣之前 其實我不知道臺灣是 它是另外一個島 而且它是不是在中國裡面 也不是中國 而且臺灣人還拿自己的護照 這個我都不知道 我以為臺灣是 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在中國的裡面 因為那時候我知道的會講華語的人 比印尼稍微不熱一點 但是也是一個雅勒帶 對 這個在氣溫上面 氣候上面 就想像的落差 那在氣候也落差 生活習慣上面會有一些落差嗎 會啊 就像我剛來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當時是在臺灣的冬天 然後也沒有人告訴我 所以我就穿了短袖 然後到了機場就冷的鑰匙 然後拿了幾件的短袖的衣服 就穿了五件 四五件這樣子 對 所以來之前也沒有人告訴你 臺灣到底是誰在營養壁 然後到底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說來臺灣之前要什麼樣的準備 對 就完全都不知道 或是很少有這方面的資訊 對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網路啊 我們電話 我們家裡也沒有什麼 沒有電話 我們如果要打電話 要去外面租 所以到臺灣之後就開始 就一下機場 就會遇到了天候的衝擊 或是有各式各樣文化衝擊 這其實也反映在你寫的文章裡面 也會提到這種夫妻之間的 這種觀念的不同 或者是這種文化上面衝擊的部分 那你到臺灣之後 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啊 那跟原來的想像的 為什麼會有這些剛剛談到 除了那種自然氣候的差別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其他的差別 其他的差別其實蠻多的 因為我剛來臺灣 我就覺得就是 他會經過那個都市嘛 然後就說 那麼發達的地方 就是很發達 科技也很發達 而且現在臺灣是在國際上 是那個科技是數一數二的 就很有名 可是我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臺灣人會拿一塊包包放在電腦上 就是希望他可以順利可以變好 不是科技很發達嗎 為什麼會做這些的動作 我要秀一下 我們的錄音室的電腦 也有一包乖乖 在你的訪問當中看到 你其他人說 為什麼會把包包包包包放在這個電腦上 就是如果你有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們就真的有一包乖乖在我們的這個錄音室裡 對對對 就是很多地方也是在機場也是哦 在機場每一個電腦都會放一個綠色的那個乖乖 所以我覺得怎麼那麼奇怪 科技那麼發達 為什麼還會相信乖乖 就很像很矛盾的這樣子 嗯嗯嗯嗯 OK那就是一個很有趣啊 文化衝突文化衝擊是是蠻大的哦 那那你剛來臺灣的時候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我剛來臺灣其實前面我是有做那個餐廳的工作 可是我我因為有點太辛苦 我就做了兩年我就回去了 嗯嗯嗯 然後回去了一段時間 本來在機場的時候 我爸爸接我的時候 我爸爸看到我瘦了瘦了十幾公斤 他就說 哇 對他就說臺灣那個鬼地方你不要再去了 這樣子 緊拍攝 緊拍攝 臺灣那你瘦了十幾公斤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對啊 可是後來 因為我在印尼 就找工作就真的很不順利啊 然後就就就就休息了半年了 就跟我爸爸說我還是要去臺灣這樣子 嗯嗯嗯嗯 然後他說 可是那邊很辛苦 我說 呃 我我寧願辛苦一點 我也不要哭著沒有錢 嗯嗯 可以花這樣子 然後就就就來臺灣了 後來我第二次來是其實去那個當建築工 建築工啊 對嗯 這這頭醉啊 嗯是 他他是在工地 在工地 他也不會跟你說你在建築那邊會負責什麼工作 就對了 嗯嗯 然後啊其實因為我比較不會照顧那個人嗎 所以我就說啊沒關係他就做建築工啊去的時候其實很多 大哥哥們就是他們很照顧我 因為我是其實是唯一的女生 然後那邊的 就是他們會把那個掃地的工作派給我 比較辛苦 就不會就是搬東西什麼的 搬東西是會 可是也不會很辛苦 這種到台灣的女性 擔任建築工的多嗎 在建築工地工作的多嗎 如果一工是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男生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男人婆 就比較男生一點 然後就是對我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我還蠻喜歡在工地工作的 因為有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最漂亮的 裡面是最漂亮的 是一個寶貝啦 就是大家特別會去照顧啦 因為一個工地通常都是一個 比較男生為主的一個工作的環境吧 所以你其實可以到餐廳 然後也可以到工地 然後你還會寫文章 參加這個移民工文學獎 你真的是能文能武 然後又多才多藝 這非常非常厲害喔 那而且你這一次 還得到這個移民工文學獎的首獎 你為什麼當時會去參加 這種移民工文學獎 因為你還是變得是說 跟你剛剛談到的 那個來這裡工作的目的 其實有很大的落差 為什麼會參加這樣的一個比賽呢 我其實從小是很喜歡寫日誌 然後我也喜歡寫詩 也喜歡寫故事 那時候我們學校是有一個 叫做文藝牆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作品貼上去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去看 然後有一些同學就是會很期待我的作品 喔 對然後就說 我如果沒寫他們 你怎麼那麼久沒有寫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就蠻有成就感的 就喜歡寫寫寫寫寫寫寫 然後後來來到台灣之後就很忙 然後就沒有在寫作了 有一天我就看到那個 移民工文學獎的廣告嘛 就是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啊參加看看好了 可是我那麼久沒有寫故事 我想說那就寫自己的故事 因為自己最清楚嘛 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細節自己最清楚 我就寫自己的故事 我也沒有想到會得獎 然後就很把那個 然後第二次得獎是 第二次的參加是因為 我只是問上帝說 未來的路我要怎麼走 因為我其實 我又想要讀那個法律系 又想要讀社工 我是說那個就是壽士 因為我其實沒有大學 我因為我那個證照 我可以直接就是 加五年的工作經驗 我就可以直接讀那個壽士嘛 然後讀研究所 然後我想說 我就想 我就想當社工 我就想讀法律系 這樣 然後 可是我又很想要讀文學 我就不知道哪一條路 我就問上帝 我就跟上帝說 我現在要再參加這個比賽第二次 如果你讓我得獎 任何獎 那表示我是要從那個文學的路走 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你就告訴我 我社工跟那個法律系列 我要寫哪一個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沒想到就會得手獎 這樣子 有特別有上帝的祝福 在你的身上 其實你應該 我記得之前 湯生龍在我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你正準備要出書 其實不是只有湯生龍說 我可以來訪問你 包括廖雲章也跟我提過你 就是在之前有幾次見面的時候 他說你這樣出 所以你現在正準備要出書是嗎 有在準備 可是現在就是還有一點卡到一點東西 所以還在還在想 哇那很厲害 就是能夠在這裡來從事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勞務工作 然後參加這種移民工的這種文學比賽 然後最後出書 那甚至未來你可能也想要再繼續的進秋 然後可能要當一個作家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生命經驗嗎 對你來說 我想應該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很特別的生命經驗啊 對我來說是 我為什麼後來 前面我其實只有想要讀法律系跟社工而已 然後後來我為什麼會想到文學 因為就是文學它是退休的時候 你也可以繼續學 就是它也不限空間 也不限那個 你可以邊照顧小孩 邊照顧家人做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社工跟法律系 你就是會綁在那裡 可能就是沒有那麼的彈性 可能你到退休了一個年齡的之後 以後也不知道要怎麼那個 所以我想說就走文學的路 然後文學對我來說 它是很像一個紓解壓力的一個方法 就是無聊的時候就可以寫一寫這樣子 那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要讀社工 或者是讀法律啊 好那社工是因為 因為其實很多新住民的朋友 他會認為是我是很聰明 其實我沒有很聰明 我只是很努力而已 然後他們就會問我一些事情 一些法律的事情 然後如果他們有問題 就是卡到那個官司啊是什麼 還是他們就像是像我幫了一個 可能有告那個親愛對我權啊什麼啊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台灣很需要那個會母語的社工 來寫助新住民或是義工 因為我有時候我陪真的時候 那個社工也會陪真 可是社工的陪真 因為他跟義工就是語言不通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請翻譯來陪伴 所以我覺得社工在陪真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大的作用 如果他不會母語的話 所以我想說其實會講母語的社工很重要 所以我就想翻譯公司因為這樣子 然後法律師是因為 我也對勞工法律就是還蠻有興趣的 我覺得有一些新住民朋友或是義工 他們對法律不懂啊 然後就會就會問很多問題 可是我也想知道為什麼會設這種的法律 然後這個法律是用來幹嘛 然後如果沒有遵守是會違反什麼 會罰什麼這樣子 就是就一個興趣啦 嗯嗯這蠻重要 你剛剛談到是我們在看到很多的義工 我們都會覺得說 你就是來工作的 但是其實他面臨到很多 包括他移民也是一樣 遇到很多心理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所謂的身心方面的問題 或家庭方面的問題 他可能都需要社工跟法律 不過你剛剛特別談到 我們可能對於台灣的法律 並不是太清楚 那其實有台灣的社工協助 可是其實一直以來被人家詬病 就是台灣的通義這個部分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缺乏 所以往這方面去做 其實我覺得特別是我們不管是新住民 或是新移民 因為你從新移工變成是新住民吧 那其實可以對我們這裡的這些 來台灣工作的朋友 來協助台灣的朋友 應該有更多的幫助吧 所以你要不要那個 又可以當文學家 當作家 又可以當社工 又可以去從事法律的工作 反正你這麼多才多 應該都可以兼顧的來吧 就是沒有辦法同時做那麼多事情 對啊現在是就只有幫忙移工 那新住民是偶爾 不過人生還很長啦 對反正你還是 反正你可以 你至少應該就會有五種語言吧 那其實就很快速 你的學習能力 其實不是最忠平 但是至少反映出你的學習能力是很強的 當然在我們也很期待 但是還是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啦 好那回到你的這個作品 這一次的作品的文章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大概是寫什麼樣的內容嗎 那為什麼會想要寫這樣的故事 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嗎 它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 可是它不是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它是兩三個人 我把它湊在一起 然後就把它寫成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 然後會寫這個文章 我覺得是因為 我台灣好像不太重視那個 義工的通義的身份這樣子 因為義工的通義 其實人家都知道 人家一想到仲介 就會想說勞力剝卸 剝卸義工 就是吸血鬼啊什麼 其實在仲介 每一家仲介裡面 它會有通義人員 然後通義人員 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就像李卡裡面這個故事裡面 他要照顧到義工的 不只是勞資正義 他還要照顧到很多 很多的義工的事情 像義工要離婚啊 還是義工又心情不好啊 還是義工的家人死亡啊 這些他都要幫忙要協助 然後這個文章 我用了四種語言嘛 就是他裡面有閩南語 有客語 有印尼語 還有是用那個華語學的 我想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台灣是那麼的多元 那麼的多元 就是我的故事裡面 就可以看到就是 台灣真的是那麼的多元啊 那我希望台灣可以準備好 接受一個多元的社會這樣子 嗯嗯 這其實確實需要 就是我一直都覺得 台灣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就是在不同的時間點 然後因為不同的原因 可能因為戰爭啊 可能因為經濟啊 可能因為工作 可能因為婚姻 都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本來 所有的台灣人 大概除了原來 可能住在這裡的原住民族 全部都是移民 那甚至一開始也都是移工 所以這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更開放一點 甚至要更認識 我們在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姐妹跟夥伴 我覺得這大概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所以你很特別的 在這篇文章裡面 就用四種不同的語言來寫作 但這四種語言 你都是很熟悉的嗎 我知道你的台語很好啦 對 然後客語是母語 因為我是客家人 對 然後我是在印尼長大的 其實我在印尼也是新住民就對了 所以你是華人的移民到印尼是嗎 對我是新上代了 應該是客人的 對 然後我就是了解 就是當移民的辛苦 就像我好了 就是為什麼人家說 你會那麼多名字 有那個像我那個比賽的那個名字 那個是陳尼尼封 那個是克語的陳業芳 那個也對 陳尼尼封就是克語 然後又有西安娜 又有 又有英文名字 為什麼會那麼多名字 因為我要上學的時候必須有印尼 有印尼文的名字 如果沒有印尼文的名字 就不能上學 所以我就多了一個印尼文的名字 可是後來到了六年級的時候 那個我就想說 如果畢業證書跟我的出生證明的名字不一樣 未來可能會有麻煩 我就請老師把我改回來 變那個陳尤封那個名字 對 所以就是當移民會影響到很多事情 包含是你的名字 就就是有時候當移民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是能接受那個移工跟移民工的人 那也更不容易 我也感受到我婆婆 其實也蠻辛苦的 如果她煮的東西不合我的胃口 我就想吃印尼的東西 然後她就 就會有一點失落的那個 真的是她沒有表達出來 可是我知道她會說 煮的東西你們就不吃 這樣會有一點失落感這樣子 對啊 婆婆也很用心啊 也很用心 有點準備 要把台灣最吃草 最澎湃 最好吃的 要吃你吃 你說我吃不敢 我不會吃不慣 她就會有一些失落感 有時候她不是說 我就是要煮一些 你不喜歡吃 順便她的好意 對你來講有一點尷尬 所以這種就是一種文化衝突 就常常就會遇到這種狀況嘛 會會會 就是 就是老人家 她就是很好心的幫你那個 可是就確實有一些東西 就真的是不習慣這樣子 嗯嗯嗯 這似乎也沒什麼誰對誰錯的問題 只是有時候了不了解 或是能不能夠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些現象 那其實我們從夜放的身上會看到 她其實剛剛提到說 她是從 她是印尼的華人移民的 應該是印尼人的第三代啦 就新三代 那是在台灣也是新一代 就第一代的這個移民 所以在你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多元文化的象徵啊 這文化裡頭也會有很多的衝突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在這篇文章裡面 我覺得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就看到那個文化衝突 讓我是有點震盡有點震撼 我們等一下再請這個夜放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這篇文章的內容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這一屆也是第九屆 2024年的移民公務員學獎的得主 陳葉芳 葉芳你好 好大家好 葉芳這次得獎的作品是這個Rica的黑點 那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的訪談當中 大家也都知道葉芳事實上是一個 學習能力很強 然後其實也本身就是某種多元文化象徵的代表 然後他也非常關注這個文化的多元性 跟文化的衝突或者等等的問題 所以在他的這一個得獎的作品當中 這個Rica的黑點 我看到前面一大段我就很震撼了 我想說這個得獎 如果是我是評審 我當然沒有看到 但是我如果是評審 我會非常非常喜歡的作品 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 這一篇文章的一些大致的內容嗎 特別是在第一段裡面談到的文化震撼 我覺得這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段是因為移工他來入境的時候 他就是不懂台灣的文化 然後他也是他也不是懶惰 可能是剛進來他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 然後常常就是被那個阿嬤罵 阿嬤是阿公的那個就是他是照顧阿公 然後家裡就有阿嬤這樣子 然後阿嬤就常常說他怎麼那麼懶惰 就不會不會那麼主動的做事情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不知道那個 因為他常常被念懶惰 就是被阿嬤唸他說 阿你哪有辦法這樣懶惰 就是你不要看移工他聽不懂語言 你罵他他就知道 對然後後來他就有一天 他就把那個阿嬤的神明拿下來 就是把他 他看到黑黑的然後把他洗澡 然後把那個神明的衣服把他拿掉 然後那個神明的帽子全部拿掉這樣子 可是那個過程之時我是沒有看到的 我是處理後面的 他後面 我能想像那些事情 然後後來阿嬤看到就真的很生氣 很生氣啊 神明怎麼可以讓你刺下去啊 他說這就是事情大條啊 這一定會發生什麼就是不好的事情啊 對 因為我們要請神明你要移動都要拔杯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儀式 很多的過程 對 這個事情很大條 如果是那個阿嬤我就當場會抓狗吧 對對對 然後其實如果是一般的雇主 可能是Vika就可以要馬上把他帶走了 對啊 可是後來想說 信仰的問題 那你就只能用信仰去解決它 所以就跟阿嬤說不然來寶貝喝啊 對 然後我寶貝那一段我是寫的最辛苦的部分 因為它是同樣的動作 可是你也不能只有複製貼上去嘛 三次這樣子 這樣讀者會覺得怎麼那麼無聊 就三次的動作 所以我就還要用三種不一樣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寶貝的形式這樣子 而且還要去描述他當時的那個心情啊 對 彼此的那種彼此之間的緊張的關係啊 然後就覺得說怎麼會那麼衰 所以要找到你來把我的神明請下來 你還幫他洗澡 那可是Vika可能是出於一個善意吧 就是說你一方面就是說 你都覺得我很笨 沒要做事 沒要認真 我就認真給你看 然後這叫O 我怎麼會知道神明是不可以請下來 也不可以把他洗乾淨 那也不是一個惡意 所以我們常會說一種 所謂的不是惡意的狀況底下 會發生很多的這種衝突 在你們的經驗 不管是移民的經驗 或是移工的經驗 剛剛有提到說 婆婆煮飯給你吃 但是他也是出於好意啊 也可能就是 就是我想要說啊 就是你來這裡 我就說我媳婦這麼乖 我也是來做他洗澡的 可是你就覺得說 我就不想吃多 對啊 這種衝突很多吧 你有遇到過哪些的衝突呢 或是你接觸到這些個案當中 有哪些衝突 他怎麼去面對這樣的 一種文化上面的衝突啊 其實移工還是 不然是新住民還是移工 都只能選擇融入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 就像我好了 就是我如果在牆上 要釘一個釘子 我可能還要先 先請公公看日子 那個日子 對 看到民意看什麼時候 適合釘釘子 我如果沒有遵守 他這樣子做的話 可能某一天他會 有不舒服還是有什麼 他一定會說 你看喔 就是你 都很厲害的 對 都很厲害 對啊 你就是很氣氣啦 就會講這種話 所以我們就只能選擇 那個融入啦 對啊 這也就是你說台灣人太迷信了 當然我要先講一下 台灣人還是爸爸救 台灣人還是很多種 所以每個人對信仰的看法 或對信仰的執著 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並不見得 每個人都一定會都會放乖乖 都會覺得 釘釘子都要幹嘛 之類也許有些人會 有些人不會 因為他對他信仰的態度 跟他的這種 執著會有些不同 可是你剛剛談到一件 我覺得蠻大的一個 值得我們去思考 就是說 新移民新住民 都必須選擇融入 然後通過個角度叫入境水俗 可是在那個入境水俗的過程當中 心裡面應該有一些疑惑跟掙扎吧 那這個會有一些內傷 就是說他可能也不是要做壞事 或者幹嘛 他就說我為什麼要這樣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調整 那那個衝突會更大 那這個其實也蠻麻煩的啊 沒有錯 就是像我 因為我是基督徒 我就沒有吃拜拜的東西 可是我婆婆拜拜完 他絕對會拿一些過來 這樣子 我要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所以有時候就是 我有問過牧師還是什麼 牧師是說其實 其實那只是東西而已 你只要先禱告把它解禁就好了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就只能這樣子啊 然後如果叫我拿香 我就真的沒辦法 對如果吃還好 如果是拿香來拜拜 就沒辦法 後來我就跟我先生講說 我拿香 我先不在那裡拜 所以我說那能不能 我不要拿香這樣子 然後我先生就會處理這些事情 他就會說那好 沒關係不要拿 可是你還是要去這樣子 因為我也差不多會跟你狀況 我也是基督徒 然後我還會帶 我不只會吃拜拜的東西 我還會帶大家去導覽 認識廟宇的文化 認識這個神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神 有什麼的歷史 可是如果你要叫我去做那個宗教的儀式 拜拜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我是不會去做的 對我會跟你會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就是好像 有些通常我們還是一種彼此尊重 但是有時候還是有一些底線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只有 新移民新住民或是移工等等問題 就是人在不同的文化的脈絡 或是他的宗教信仰 然後他好像是必然會有的衝突 只不過我們當看到新移民跟新住民衝突的時候 這些文化衝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特別的去注意 但是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就很多類似的這種狀況 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不是嗎 是啊也沒有那麼嚴重 對啊 對就是有時候就是一個理解 就是彼此尊重 就是久而久之人家也不會說一定要你拜 所以我會跟他表明說 我就是一個基督徒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社會其實也蠻開放的 就是那種尊重 尊重性其實也蠻強的 像那個好了 像如果是家庭類的移工 他倒是還好 如果穆斯林的話 他可以一天拜五次 他只要調整時間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他是廠工的話 在工廠工作也不可能說 做到一半說我要去拜拜一下 那因為他們穆斯林是拜拜的時間是固定的 也就是幾點幾點一定要遵守那個時間 然後我就會跟尼公講說 這就真的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讓雇主說讓你讓你做一做 然後就去拜一下再回來做 有一些工作是他是不能挺的 然後就只能選擇妥協 可是如果你不吃豬肉 我絕對會跟雇主講說 真的不要讓你吃到豬肉這樣 嗯 所以你其實也要去協助很多這種協調方面的工作嗎 要不要 因為我是處理勞資爭議的 嗯嗯嗯 但我們再來談你在台灣 在嘉義縣政府的工作的遇到的一些情況 其實你曾經說過 你不想要讓大家看到移工都是悲劇的樣子 嗯我覺得這個其實蠻蠻重要的 就是至少我們看到你很開心 或者才是多菜多意 為什麼你會想要說 為什麼想要會說這一句話 就是不想讓大家看到移工的都是悲劇的樣子 你覺得台灣的民眾對於移工會有什麼樣的刻板印象 或者是你覺得移工的樣子是什麼啊 其實移工他也是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他也有一些是很樂觀的人 有一些比較悲觀的人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媒體常常報的就是 移工很可憐 移工怎麼樣就把他們變成很弱勢的這樣子 確實他們是需要我們協助 可是我希望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在台灣也可以報導說 移工覺得台灣很好 為什麼會他們會選擇來台灣 其實在台灣他們也過得很好 像我我也是過得還不錯 我就還可以這樣子 都還過得還蠻開心的 其實這些東西應該要有平衡 不要每一次就是看到移工就是他很可憐 他是報導新住民的時候 報導新住民的時候就被打被家暴什麼的 其實也有新住民是過得很好 過得不錯的也很多 我就希望可以平衡一點 這其實是一個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 就是對一些比較異文化 或是不了解的這些文化跟群體 常常會用兩個很刻板的方式 一種是可憐 另外一種就是可惡 對 要不然就是移工也是很可怕 然後只要發生什麼事情 就說是不是移工幹的 然後說移工有什麼參加犯罪集團 然後其實可憐跟可惡都有 那可愛的也有 但是我們在其他部分也比較少談 但是就算可憐跟可惡 應該他背後都會有一些原因的存在 如果我不去了解這個原因 你就會停留在那個所謂的 刻板化的那種狀態 所以在你自己接觸的這些移工當中 他其實也應該是一種多才多姿 多才多藝跟你是類似的吧 應該蠻多這樣的 應該蠻多啊 他們也很多也很會跳舞啊 很會畫畫 很會寫文章啊 也都很多 而且他們跟雇主的互動 我也看到很多就是還蠻快樂的啊 沒錯 像上次就像以前我們去訪市移工的時候 我就問雇主說 這個移工做得好嗎 他說很好啊 我們就是互相照顧移工 我還唱歌給他聽 我說啊 雇主唱歌給移工聽 我說唱什麼歌 我就很好奇 問他說你唱什麼歌 他就說 我們是家 哈哈哈哈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啊 對 就不是舊了 就這些打來打去什麼的啊 沒錯沒錯 而且我覺得剛剛是一種不要去刻板的話 另外更積極的是 我們應該從移工的身上學到一些東西吧 就是你自己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或是在關心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有哪些移工的特質 就是可以值得我們學習的部分 是台灣人比較少看到的嗎 我覺得他們的耐心是超有耐心的 就是照顧老人的時候 對啊 這的確是哦 就是照顧老人是很重要 其實我們家的也有長輩 就是身體比較不舒服 那其實你會發現那個整個家庭 要投入到這個家戶的這種照顧裡面 其實對很多的人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只有耐心的 就是所謂的抗壓性也很強 因為其實有時候生病的人 或是不方便的人 他有時候自己的情緒也很難掌握啊 所以很多這些人都得要去直接面對 對這些在第一線面對的情緒 我覺得那個說實在真的很讓人家佩服啊 是還有他們的適應力也很好啊 對啊很快就適應一個環境了 沒錯沒錯 你其實是剛剛我們一開始有提到說 你是因為來這裡工作 然後來結婚 然後跟在這裡跟老公結婚 然後到這邊來 那結婚的時候也是 好像也是因為工作認識你的老公嗎 是是是是 也是在工地嗎 也是在工地 那時候他認真工作的樣子 就是他特別照顧你的那個嗎 哈哈 不是不是 我只是看到他工作的樣子 我覺得很帥 哈哈哈 對 你的老公也蠻可愛的 就是在你的臉書上面 他常常就會出現 對 對 不過你雖然這個 跟你的老公看起來有時候會打打鬧鬧啊 打情罵俏 然後會互虧嘛 然後他們其實感情也蠻好 不過你也曾經說過說 在台灣沒什麼朋友沒有良家 這會不會其實是蠻多普遍移民 我們新移民來的時候會遇到的狀況 會會有一些 孤單感嗎 或是有一些無助感嗎 就是如果你真的 遇到 這個婆婆煮很好吃 可以吃你不想吃 你有朋友可以幫你訴苦嗎 可以 就是移民們的支持的團體 他是一個會有這些支持團體 是每個移民都會遇到這樣的一個支持的朋友嗎 還是其實很多人都一樣 就是跟你開始的時候是很孤單的呢 像我們其實我們都有新住民的朋友圈啊 就是固定的就是新住民的朋友圈 有誰誰誰誰這樣子 可是其實像我我就生活就是蠻單純的 我就是上班然後就回家 我可能9999一次才會跟他們一起聚會什麼 所以有時候 而且有一些事情也 新住民的朋友誰也不能幫啊 對啊 你要打電話回娘家 娘家又能做什麼 就被淹水救不了盡火啊 就還蠻 就有時候還蠻孤單的啦 可是我是就是 其實我是靠信仰這樣撐過來的 對啊 我是靠耶穌這樣撐過來的 我剛開始其實是 來台灣遇到了跟我先生 遇到了很多問題的時候 我曾經跟上帝說 如果是基督徒都不能離婚的話 那我就不要當基督徒 哇 跟上帝都直接槍下了 對 如果基督徒 因為聖經也有寫過就是 那個什麼就是 上帝錯的兩個人在一起的 就不能分開這樣子 我說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不要當基督徒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婚姻就是 就是那麼的 那時候就真的那麼的苦 那麼的在谷底裡面 然後我就不能離婚 為什麼要這樣子 如果上帝真的是我的阿爸父的話 你看到你的女兒這樣子 你會讓他不離婚嗎 我就這樣子想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才會一直讀聖經 後來重新讀聖經的時候 才知道說 上帝跟我講的話 我應該是要去遵守去聽 然後後面是一定會有他的祝福 這樣子 所以還是沒有離婚嗎 對不對 沒有離婚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說 可能會有一些團體 或是一些朋友的支持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去參加 然後也不見得 所有的話都合適 跟這些人去做分享 那就算分享 你也看到他談到說 他也未必能夠真的幫的忙 可是至少對你來講 那個宗教信仰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就是在你非常徬徨無助的時候 然後還有上帝可以挖個 對我還 不好意思 我答到 我還跟我那個先生講說 你不要把我祈福 因為我的馬虎是有上帝 沒錯 你還對付的是後面是上帝 你要想清楚一點 所以他會害怕嗎 你們可以給他看 舊約時代上帝比較兇一點 對 OK 好 那你在台灣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我知道你現在是在嘉義縣政府 這個勞行科 是在 那為什麼會去嘉義縣政府工作啊 勞行科就是在做什麼工作啊 是勞動行政嗎還是 對 其實我當了七年的移工翻譯的時候 我就真的覺得說這個工作不是人在做的 是神在做 是神經病 神是神經病的 是神的 我說這對神經病在做的事情 你有時候會被雇主罵啊 你有時候會被移工 覺得你沒有站在他那邊啊 就是這個工作真是很辛苦 後來我就覺得說如果我繼續做的話 我可能會去笑 然後我就離職了 離職了三個月那期間 然後某一天那個老闆娘就跟我講說 我有一個要協調的那個案件在嘉義縣政府那邊 那你能不能陪我去當翻譯這樣子 然後她就把我叫回去當翻譯 可是那是臨時的翻譯了 我就去然後去完之後那個裡面的小姐 她就跟我說 我們這邊到時候會缺人 會缺一個就是因你 就會缺一個移工諮詢 那你要不要來這邊工作這樣子 然後我說什麼時候 她說不一定你要關注那個 嘉義縣政府的網站這樣子 那我就真的每天就在關注她的網站 什麼時候真人這樣子 然後她真人的時候我就趕快偷離職 然後其實 證取的不是我 證取的是另外一個很厲害的小女生 她是 她法利系畢業她精通越南語 而且她不是新二代喔 她是台灣人喔 台灣人是新人 對她 多一九百多分 然後又精通越南語 然後她是法利系畢業的 我根本就是 跟人家都比不了什麼 我是備取的 結果她那個工作她不要 然後變成就 我就備取就變正取這樣子 就去那邊工作 可能上帝跟她說不要來 對對對 我亂講 我亂講 然後就在那邊工作 然後 剛去的時候其實這個是 我在來台灣我做了那麼多工作 是一個 我挑戰最大的工作 因為要會寫公文 然後 要會做 要會辦活動 寫企劃書 寫那個 那個招標的東西等等很多 我最主要的工作是 協助那個移工 然後就是做那個老資正義 就只要 移工她 呃就是移工 她如果有老資正義 她會打一九五 嗯 勞動部的裝線 然後一九五 她就會派案 看哪一個 哪一個縣市 屬於哪一個縣市這樣子 然後 啊我們接到的時候 就由我們來處理 嗯嗯 所以我們的移工 通常會遇到什麼樣的 勞資正義啊 我其實蠻多的 還薪水的問題啊 還是 那個 就是 跟老人家的問題啊 很多耶 其實都各 各式各樣的問題 都有 還有那個肚子痛 去申訴的也有 哦 我們應該花一個幾時間 專門來談這個 移民工的 勞資正義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對 我們當然從台灣的角度 或是我們自己節目 也會談到很多移民工的問題 例如說可不可以 自由轉換雇主啊 然后或者是刚刚也谈到 生病的时候到底要去哪里 然后雇主会不会去协助你 但是其实有很多更琐碎 或是更细微的那些冲突 其实我们外面的人大概不会知道的 就是一些倡议团体 可能也不见得真正能够了解 就是特别是人跟人之间 例如说他的主管可能就给他 一个就给他亲一下 就是在讲话过程中 可能会去跟他亏一下 或是歧视他一下 这个应该也会蛮多的吧 有其实性骚扰的案件 其实也不多也不少 可是性骚扰到部分都是老阿公 因为他失智了 然后他就会做一些性骚扰的动作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 也不一定是到我们那边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像有一些是会遇到法令 法令的拉扯这样子 然后就像上次有一个农工他刚入境 然后他对台湾的气候不太了解 他不知道台湾就是跟印尼一样很热 然后在印尼的农工他是我听义工讲是他在印尼做农务的时候 他是会做一做就休息 做一做就休息 可是台湾一做就四个小时 才可以休息这样子 然后他就受不了那个天气很热 然后他就跟跟那个雇主要求要转换雇主 可是呢因为他不是家庭抗户工嘛 就是如果雇主让他转的话 雇主就会被控名额两年 不能转化 对这个 雇主也蛮伤的嘛 难怪雇主都太愿意嘛 对对对 然后 然后我去研究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台湾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嘛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就是自己的人民 所以才会有这个的机制 如果一直让 如果没有限制那个雇主转换雇主的话 雇主没有被限制两年的话 有可能有一些雇主会一直洗工嘛 就一工就一直进来啊 解约然后又进来 解约又进来这样子 对啊 所以有一些就是很难去那个 后来雇主是让他转啦 因为他他也是没办法做啊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 不是他懒不懒惰的问题 而可能是他工作习惯 或是对天后能不能够适应的问题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小细节 其实是我们 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纯粹的 好像那个法律制度可以解决 而是怎么能够去同理 或是能不能去了解那个文化 才有可能去去看到那个很细微的这些冲突 那当你在台湾也从事刚刚谈到翻译的工作 然后事实上也在我们家一线政府来做 类似的这种劳资协调的工作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大 你觉得台湾的这些对移工的这种 相关的制度有什么还需要去改善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当然很庞大 但我不知道从你自己的位置跟角度 有没有觉得你觉得应该是马上可以做 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做的一些 一些做法 一些部分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像转换雇主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就是就是起满的移工 如果他起满之后要转换雇主 我想说能不能让他这个找工作的时间 不要在起满前而是在起满后 因为起满前他还在工作啊 他也没有时间去去好好的找工作啊 也没办法去面试啊什么的 对啊 然后变成就是说他如果二到四个月找工作 他又没有时间出去看一下工作的话 那可能到起的他还是找不到工作 他就必须要回去啊 如果他不想回去 他就失联了啊 就逃逸了啊 这样子 所以这有些这种转换期嘛 就是转换工作的这个期间 其实应该有一些更更人性化 或是更符合实际上面的这些需求吗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希望就是我们台湾的工作机会的话 可以公开给移工 让移工自己去应征这样子 不要过重界还是什么啊 因为他自己去应征 他可以去看那些场合什么 对啊 我如果是 因为现在我就还没有看到 也就是政府的平台 也就是可以让移工可以直接看到工作机会的 嗯 这其实台湾的这些移工的倡议团体也谈了很久啦 就是这种中介制度是有问题 或者说怎么样让那种招工的方式是更透明化啊 这个对移工或是对雇主其实也是一种保障啊 因为透过中介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比较不清楚的啊 当然这个中介有好有坏 这个当然都很难说 OK好 那这个 其实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叶芳来接受我们访问了 从你自己的生活 从你的小说 然后写的文章 然后也谈到你自己在这些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啊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叶芳的分享 那叶芳的文章 还有我们的移民公文学奖的文章 我们会在公民行动引力记录制造部的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叶芳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们节目今天到今天结束啊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谢谢